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红雷哥每次都利用队员上厕所 吃饭休息的时间 跟各个队员耳边洗脑 对 而且 红雷哥还单掉机位 单拍自己说小话 然后每次我一过去 因为他一直在踩我 红雷哥一直在踩我 快看你挑着单 我本着什么都没有 过来让我写了个白红纳 因为他大伙又要去洗脑黄子套了 所以他说一会儿说 头发 你看人呢 没了吧 你还想去雷英寺 你 我本着上空空如也 过来让我写了个白红纳 拍了一下我肩膀 完了 刚刚跟我说不是那英俊 你告诉我 我怎么玩 我本来就不够聪明 你发现了 我来思路对的 你就不能坚持自己 真的觉得红雷哥一定是红雷哥和那个 因为我碰到了一件特别真实的事 真的假的 你说出来得了 你说出来吧 你说出来吧 就是真是很不巧 因为红雷找我说 哎 红雷帮我唱歌 我说行 拿她手机正念着歌词呢 又唱又那什么的 突然间就碰出来一个微信 当卧底的任务完成 你叫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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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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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用 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起 是你找我唱歌的 不用了 当场拿下 刺 你是拿下还是自己 刺文 你刺文还是想把你拿下 红雷 我冤死了 冤什么冤 你害死了 还有什么解释 不可能 就因为嘴笨 就容易受这么大的踢不吗 嘴笨就不能分析对吗 你们错上我一个 终于露出来了你的本面目 快点快点 铁战公主特地疯了 我简直了 我真的没想到 我不是 那我不是故意看到的 他自己顶出来的 但这不是我的手机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干嘛 是什么让我练的 互相甩锅 有事说事 谁的手机 我压根没看 鹰子 咱们录节目呢 干什么 你今天 我实在是对不起 但是我其实也有点怀疑 那个洪雷哥跟洪海尔 我为什么有点怀疑 是因为我觉得 你老在带节奏 你一会说这个 一会说那个 我不带了 我已经确定完了 黄紫涛 纳英 洪海尔 撒尔我现在不再说 不再变了 所以你要好好考虑 你的意见也很重要 你是一票的